陈湘如谢最新的二十七集里 严旦唐舟与莫三人在王都会面 一起调查异象的事情 严旦却没有想到 他的好朋友将臣 居然被裴洛和迎灯迫害致死 将臣再次登场时 已经和裴洛成亲 成为安都王的王妃 可惜身体恢复健康的裴洛 野心不断膨胀 和将臣也是貌合神离 两人感情不复从前 将臣更是选择了封闭公文 这天裴洛突然邀请将臣 在雨中撑着一把纸伞 看似深情款款 其实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将臣帮助他长生 余末给一眼的时候就说过 千万不可以叫裴洛妖术 否则被他们两人只会试货 将臣也不会想到 裴洛已经贪得无厌 完全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裴洛还拿出了他们大婚时的红竹 做了两人回忆的走马灯 也许这里面有几分真心 但是更多的还是利用 他曾经对将臣的一片痴心 早就已经被欲望给遮盖住了 只有将臣还在想着爱人能够回头是岸 其实将臣也知道 裴洛这么做事有求于他 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将臣再次选择了拒绝 他以前不会帮助裴洛追求长生 现在更不会 可惜啊 将臣低估了裴洛的狠心 他早就和侧飞迎灯勾结在一起 王兜女子失踪突生一项这些 看似都是妖怪作祟 其实都是裴洛在杀人炼丹搞的鬼 既然将臣不肯帮他 那么结果只会是成为弃子 赢灯在茶水里下了可以显出妖身的药 这个裴洛不可能不知道 将臣也知道眼前的茶水有问题吧 可是他还是喝了 如果裴洛的心愿 是要他去死 那么他就成全他 真是太傻了 为这样一个人值得吗 将臣救过裴洛还帮助他恢复身体健康 现在裴洛需要他的命 在将臣决定喝下茶之前 还在泪眼朦胧看着裴洛 但是他转过了头 眼中似乎有泪水 可是仍然没有阻止 其实在《原则小说》里 将臣和裴洛非常恩爱 根本没有这个迎灯成为侧飞的事情 喝下有问题的茶水后 将臣果然当众献出了腰身 可惜他只是一只并不厉害的昙花腰 如果可以厉害一些 至少还可以有自保的能力 就在将臣决定杀掉裴洛的时候 迎灯带着侍卫赶到阻止 打斗的时候 迎灯明显还有法力 将臣和裴洛走到这样的结局 肯定也有迎灯的挑拨离剑 看后面的预告 将臣是被王都的天使们追杀 最终灰飞烟灭 不过剧版后面给了个不错的结局 翻外里将臣变成了一个凡人 还来看延旦他们戏班子的演出了 余末最终拿走了裴洛的一眼 他瞬间变得白发苍苍 不仅长生的美梦落空 更是命不久矣 直到死前才幡然醒悟 笑着死在了将臣的衣冠肿面前 到这边是思念的 прош现场的黄尔 感灯